观众朋友,今年是新中两国建交40周年,40年来新中关系不断走向成熟,合作领域不断扩展,双方多层次的互访日益频繁,两国在经济文化教育科技等众多领域合作取得了丰硕的成果。 目前中国是新西兰的第二大贸易伙伴,为了庆祝新中建交40周年,由新西兰中国团体联合会等10个社团共同组织的庆祝晚宴,昨天晚上在马车会酒楼举行。 新西兰总理琼K,新西兰中央和地方政府官员,国会预言,大奥克兰市议员,中国驻奥克兰总领馆工作人员,以及众多华人社团领袖等参加了庆祝活动,共同庆祝这一历史时刻。 近看本台记者发来的报道。 及其他报道。 请不吝点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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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大家好 首先感谢黄伟昌会长 请不吝点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们很期待在四十年计划与点栏目 我们的关系和中国是非常强烈的 而且非常多的 这是一个关系的关系 是一个关系的关系 是一个关系的关系 中心关系的发展 经历了不频繁的四十年 两国在政治互信 经贸往来和人文交流领域 不取得了丰盛的成果 堪称中国与西方花达国家 双边关系的点换 明镜与点栏目 感谢观看